IG官博辟谣赛事转会,赢粉丝不满,网友别辜负了傻哥。 随着英雄联盟转会期的到来,很多选手在合约到期后成为了自由人的身份在网上寻求新的队伍。 但很多选手在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却迟迟没有队伍官宣他们加入的消息。 而且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流传着许多选手转会的消息。 但在这些消息中有许多假消息。 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对此信以为真,特别是关于赛事转会的消息。 更是让IG的官博因为传播的太严重也是在微博上发文辟谣。 IG官博在网上发微博必要称,因为最近网上流传着许多关于赛事转会期的消息都是恶意捏造,行为十分恶劣。 这些消息已经对赛事的声誉造成了很严重的业影响。 因此在世声明表示赛事目前和队伍的合约还没有到期。 而且他本人也没有转会的打算,而且表示的他在加入IG时最大的原因是对着队伍的喜爱。 这两年的都从没有向俱乐部索要过高薪的行为。